比利时传恐攻二女警遇害枪手大喊真主致大 比利时第三大城烈日念九日发生恐怖攻击 一名刚出狱的男子持刀攻击一名女性远警 搏下警枪后射杀他与另一名女警 并枪杀现场的一名男子 凶嫌犯案后逃至附近一所中学 携持女青杰公为人治 与警驳火时遭击毙 凶嫌作案时曾以阿拉伯语高喊真主致大 警方朝恐攻方向侦办 但犯案动机仍待查 萨六岁凶嫌是比利时人 因毒品罪被判刑 在烈日监狱服刑 念八日刚假释出狱 他于念九日上午十时办在烈日市区 阿夫霍伊大道的一家咖啡馆外 持美工刀从两名搭档远警身后攻击其中一人 刺伤他后抢下一把警枪射杀两人 接住右朝停在路旁的一辆车内 坐在乘客位置的念二岁男性开枪 造成男子死亡 犯案后凶嫌逃至附近一所中学 并携持一名女清洁工 所幸校方迅速疏散 未有学生受害 获报赶往的警方与凶嫌博火将他击毙 过程中有两名警察受伤 比利时电视台RTBF报道 凶嫌被标记为精神不稳定 警方正调查他是否在狱中接触激进思想 比利时总理米歇尔对受害者家属表示哀悼 称现在断定案发原因言之过早 近年比利时成为恐怖分子温床 2016年3月 伊斯兰国IS在布鲁塞尔发动恐攻 造成萨尔人死亡 是该国历来最严重的恐攻 2015年11月巴黎恐攻的主谋阿巴伍德 来自布鲁塞尔西北郊 穆斯林站多数的莫伦贝克区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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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